Mika,你跟Mika分享了很多關於法國的東西 大家還記得說話說得很流利的Mika嗎 你好 上次聽Mika 你分享了很多關於法國的東西 今集想聽你說一下芬蘭的東西 首先我想知道 芬蘭的人其實是用甚麼語言溝通的 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叫芬蘭話 Finnish Finnish 對… 芬蘭的人也叫做Finnish,是嗎 他們不會這麼說Finnish Finnish其實是英文的字 法國人都會說Finnlandese 好 但其實Finnish自己的人 他們會說Swarmy Swarmy 對,Swarmy 其實芬蘭這個字 Swarmy,其實是… 翻譯是Land of lakes Swarms 對,Land of lakes Swarms land 對 因為芬蘭有很多很多河 好,他們也說英文嗎 其實他們的英文很好 因為芬蘭話很難學 很難得知 好像廣東話一樣,也很難學 對,沒有平音的難學 但那些文章很難學 所以芬蘭人,像我媽媽 她懂得很多語言 可能因為芬蘭話那麼難 其他語言會比較容易 對她來說已經很容易 其實芬蘭是位於世界的哪個位置 是接近哪個國家 是歐洲最北 所以在俄羅斯,在俄羅斯和俄羅斯 芬蘭在俄羅斯和瑞典中間 聽你說附近有很多不同的景色 我知道芬蘭,像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Swarms land 很多Swarms land 而他亦有名在很多河 亦是世界最多的國家嗎 應該是 還有最多河跟最多的樹木 我們有很多田地 好像是否80%都是田地 好像是 芬蘭的氣候是怎樣的 沒有讓香港那麼熱 那裡是很冷 冬天也很漂亮 因為在冬天的暑假時 我們沒有太多晚上 日常會很長 好像有一個月份24小時 都是天亮,對嗎 對 最北面是24小時,真的很難 如果有空間去旅行,很難 睡不著 對 而且也可以很熱 因為常常的太陽,光素可以慢慢熱 一旦又會有很多 一旦會在相反,沒有太陽 除了有全日的天亮之外 也可能會有全日的夜晚 對,在芬蘭的冬天 只是沒有太陽,只是晚上 所以很極端 冬天時只是太陽,冬天時沒有太陽 所以那些芬蘭人會喝很多酒 為甚麼 如果沒有太陽那麼激烈 那麼做甚麼 那麼冷,那麼沒有太陽 但我聽說過 他們不是很激烈 他們也知道是最高的幸福指數 他們的快樂指數很高 我想兩個都可以 對,他們也覺得很激烈 但他們的社會是最開心的 社會的… 因為那些財務很高 你有沒有聽說過 都要給50至60%的感覺 但每次他們的財務 他們真的會付錢 因為那些財務的財務 政府真的會付錢 也很好 財務的財務 全部都會付錢 教育,從小學至大學都會付錢 所以那些財務的財務是挺好的 可能是他們的意思 是他們這麼開心 他們的性格是否比較友善 芬蘭人 比較友善 我覺得他們比較友善 但如果你不知道芬蘭人 你太淡,有些人會覺得 他們不會那麼友善 原因是 芬蘭人比法國人 不會喜歡這麼多說話 所以好像法國人… 芬蘭人比較靜? 他們比較靜,他們很喜歡靜 所以如果你看見兩位芬蘭朋友 他們不會說… 他們很多次會坐在一起 不說話 一起喝東西… 但不會說話 如果大家坐在一起不聊天 我還未發現他們在做甚麼 但他們很開心坐在一起 不說話 可能因為近大自然 他們習慣在一起不需要太多社交活動 可能吧 他們很喜歡自己住 其實芬蘭人覺得如果太社交 他們不會太開心 他們很喜歡去自己的家 芬蘭人會說是默契 很遠,沒有被其他人看到 那個小屋叫默契嗎 默契,明白 對,他們會去那裡 會在那裡放棄自己的家 那個想法 芬蘭人會說我開心,我是自己 愛同自己 可能他們會少跟別人接觸 少點煩惱 所以人家會比較開心 可能吧 但對我來說是跟法國相對 我覺得… 對,如果芬蘭人說太多 他們會覺得沒有禮貌 蠻蠻 對,他們會覺得 如果你說話,但沒有話要說 例如說話… 他們會覺得很蠻蠻 只會說話,當你有話要說 他們平時的生活和飲食又是怎樣的 他們… 別讓法國那麼漂亮 他們是種更基本的東西 他們有些雞蛋 有很多漁蠻,所以他們會吃很多魚 他們會有很多田野 所以他們會吃多些菜 蟻蟻 蟻蟻 牛奶有很多吃的 但我會覺得比較基本 沒有被法國那麼… 蠻蠻蠻 蠻蠻蠻,對 我知道芬蘭通常會令我聯想起聖誕老人 對於你來說 你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嗎 我當然相信 對,我記得我媽媽… 我們說媽媽聖誕老人是真的 她說是真的,她在芬蘭住 其實是真的 如果你去芬蘭,很不有一個位置 叫拉布蘭 即是你見過聖誕老人嗎 對 其實我們在香港見到 因為芬蘭的聖誕老人 來了香港 因為一次有一個 因為芬蘭的宣傳,所以她來了 他們邀請了很多芬蘭的小朋友 看到真正的聖誕老人 除了聖誕老人 我也知道芬蘭很出名於北極光 你自己有看過嗎 沒有,我也想看 不過如果在芬蘭的冬天 因為一定是冬天 因為沒有太陽才可以看到 但當時我不會去那裡太久 因為很冷 很冷 很冷 我希望減少三十多 所以我也想看,但我還沒有 還沒有 要做好準備,要買好衣服 買好被子,把外套外套外套 真的要 聽你說芬蘭 即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地方 那他們會否有冰類的活動 例如流冰也比較有名 對,我們有很多浴室 所以在冬天時 全部都變成冰 所以很容易去那裡玩 即不一定是一個流冰場 即是自然可以穿一雙流冰鞋 對,因為一定會感動 其實那個C… 是安全的 對,也是安全的 其實在海洋,在寒冷水 也會變成冰 在冬天時可以乘巴士去芬蘭 去到紫蘭,那麼容易 巴士也可以駕駛 很平衡嗎 不太平衡,不過是 意思是巴士很重 也會繼續在冰上走 對,是這麼冷 但我想最特別的芬蘭 是…你有聽過芬蘭嗎 芬蘭? 對 好像我有看過他們很出名於焗芬蘭 對,他們最喜歡這些東西 所以在冬天時 他們會做這個東西 他們會坐在芬蘭時很熱 超過80至90度的高度 所以真的沒頭大汗,很熱 然後一個小時坐 然後他們會跑到河裡 他們會剪一個瓶 然後他們會移動… 冰… 然後他們會跳下冰水 後來的芬蘭嗎 對,後來的芬蘭 放甚麼 只有一分鐘 他們會覺得室外很冷 然後他們會跑到芬蘭座 這個活動很有趣 對,跑裡跑去 即是焗完芬蘭 然後我要挖一個洞 然後跳到冰水裡嗎 對… 其實是芬蘭的活動 我也想試一下 很恐怖,很冷,但很玩… 聽你說芬蘭應該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不知道你待會有帶甚麼照片給我看 對,那我給你展示 好 又來到看照片的環節 很期待Mika你會帶了甚麼照片給我看 我帶了…我去到芬蘭的時候 去見聖誕老人那次 對… 那裡是Arctic Circle 我坐在那裡,真是Arctic Circle 然後你一旦過了一條線 就是Antarctica,是嗎 對,是Arctic… 好,那附近有甚麼可以做 那裡談聖誕老人 那裡有很多這些東西… 甚麼食物 吃東西 寫伴奏… 對,寫伴奏 而且可以看到那些烏蝦 烏蝦 對 很多… Rudolph 對,其實芬蘭有很多 其實我以前… 我想你會看到烏蝦 其實芬蘭有太多 即不一定要在這裡看到嗎 不是,整個芬蘭都可以看到 你駕駛車,然後打完之間 你會看到有很多隻烏蝦 站在中間的街上 被人吞吞吞吞吞的車 牠們不會動,牠們看著 所以媽媽說 看到那些烏蝦這麼愚蠢 對,牠們不是負責的 牠們說幸好不是 對,即是你不理會牠 你不攪牠,牠們也不會攪牠 對,但接著我們去到海洋圈圈 我記得我們吃了一些肉球 想說這個肉很美味,是甚麼 牠們說是烏蝦 我們說甚麼?我們在吃Rudolph 是嗎 我們在想很恐怖 但接著我們吃了一些肉 Rudolph,好吃嗎 很美味 是好吃的… 我也不知道每天會否試 如果有機會來到芬蘭 也要試試 我看你穿短皺衣服 夏天時就不是冰天雪地的時間 對,因為特別是天津圈圈圈 真的沒有夜晚 那溫度是挺熱的嗎 挺熱的 不會高於25度 即是熱得很舒服的 對,而且空氣不會那麼濕 所以感覺很熱…很舒服 很舒服 好的 很難的,我記得如果看5時 你會想現在是甚麼時 是否午餐時 其實是午5時 這樣做 所以你看到… 不停下降 對,不停下降 所以你看到太陽慢慢下降 然後停下降 然後慢慢回到 慢慢回到 真的很奇怪 很混亂 對 那附近還有甚麼其他工作 他們會有遊樂圈圈圈 例如過山車、太陽港 對…我記得他們也會有 特別是芬蘭,芬蘭有很多人 整個國家很大,像英國那樣 不過那群人只有五百萬 五百萬,對,很少人 所以那裡很多人不喜歡 跟其他人太近 所以其實那些家是很遠 即是比香港人少? 對… 所以平時人們會跟家人 去他們的牧場休息 對 雖然他們可能住得很適合 但在很多地方可能很冷 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住 他們會否都會集中在某個地方 對,最南部 對 對,在Helsinki是個本地 所以其實好像50%的芬蘭人 在那裡住在南部 那裡的交通是怎樣的 應該沒有地鐵吧 他們好像有 我記得他們也有 很多巴士… 方便嗎 很多方便,對 也挺乾淨 但… 那裡的人通常乘巴士多 那裡的人 對,還有開車 很多人會開車 自己開車 但特別之處是在芬蘭 每個家都會有一個桑拿 每個家 對,桑拿的文化很特別 在芬蘭的文化 甚至在政府建設 政府也會有桑拿 很有趣 對,在香港很難找桑拿 對,很難找 對 香港也不用 我們外出已經是桑拿 已經是桑拿,沒錯 同意 但芬蘭… 芬蘭有一個文化的東西 是桑拿 是… 如果你進了桑拿 不准打架 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記得我的祖母說 如果我們在打架… 恐懼你們進桑拿 其實… 好,我們進桑拿 不准打架 對 其實是責任的地方 是桑拿 不…應該舒服、開心點 但出了桑拿就可以打架了 對… 你真是… 對,其實很多… 政府的桑拿 是他們做得最多的商量 因為他們也知道不可以打架 謝謝你分享了那麼多 我們又來到吃東西的環節 不知道你會否帶點雪茄 讓我吃吧 讓我吃吧 我嗅到很香的三文魚味 不知道這是否芬蘭 一個很有名的菜式 對,挺有名的 這是芬蘭的他們會說 Logiceto Logiceto 我看到有三文魚 還有很大的三文魚味 另外,裡面還有甚麼 裡面? 可能…我不懂得煮 可能有牛奶 對,有很多湯會用乳液 通常是甚麼時候吃的 我想晚上多一點 一定早上… 所以都是一些家常菜式 對 這個湯是否通常都會在冬天 很冷的時候喝 對,他們一定會在那一刻喝 我想他們也會喝 因為晚上也會少許冷 所以… 好,不如現在讓我先試試 我畢弟讓你喝 我吃不到,我敏感 你是對魚敏感嗎 對,魚敏感 對,很可惜了,我要替你喝光 來吧,你喝,你吃吧 好,我最喜歡吃三文魚 它的質感很忌廉 對,芬蘭湯會很忌廉 我覺得味道有點像龍蝦湯的味道 可能是海鮮類的味道 對,他們… 也有鹹的 他們吃了很多魚,在芬蘭湯 但每部分都要吃魚,對嗎 海鮮 魚,對 因為很容易混亂魚粥 因為有很多海鮮 對 你不能吃魚 所以芬蘭有很多食物 你也不能吃 對,但他們吃了很多牛肉、豬肉 雷魚 對,雷魚搭舊 對,所以我也有很多食物 還有甚麼其他抗寒的食物 在冬天的時候 可能吃完會令身體暖一點 喝酒 芬蘭的人也喜歡喝酒嗎 很喜歡,對 太喜歡 太喜歡 通常喝甚麼酒 紅酒、白酒還是… 不,他們… 因為芬蘭的價格很高 特別,那些酒很高 所以他們會喝最強烈的飽酒 啤酒 他們自己也很能喝 對,很能喝 對,所以… 但他們有些特別的酒 好像…他們有很多啤梨 好像… 怎樣說 最多啤梨 芬蘭 芬蘭、蘑菇 即會混合酒在一起 對,但有一個特別的酒 叫做蜂蜜 不,不知道是蘑菇 蘑菇 這個啤梨做一個很甜 很美味的酒 我想問,他們在日常生活上 都會喝酒 不一定是社交活動 因為我聽你說 他們不太喜歡聊天 他們平時也會喝酒 自己也會喝酒 但也一起喝酒 對,在桑那裡 他們不會說這麼多 在桑那裡喝酒? 對,平時的桑那裡 他們會有一個很大的雪櫃 有很多不同的啤酒 所以你可以坐在桑那裡 之前我們介紹法國的時候 你教過我說冷和熱的法文 不知道芬蘭話又如何說 一定不是同 芬蘭的熱、冷是Gurima Gurima 對 也可以發洩,很冷的時候 Gurima 對,Gurima 但熱氣很接近是Gurima Gurima Qurima Qurima Qurima有點像 Qurima 香港很Qurima 對,香港很Qurima 另外也一定要知道 因為接下來的幾集 我們也要跟觀眾說再見 芬蘭話的再見又如何說呢 這個很容易叫Hei Hei 不是打招呼 跟別人說再見是Hei Hei Hei Hei,對… 我們又一起跟觀眾說一聲Hei Hei Hei Hei… 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